大男人跟小男人 這東西就是過猶不及 我覺得大男人 如果大得剛剛好 大人很好 但是我覺得太聚了 聚到你受不了那種 我就覺得這樣子過OK 比如說呢 比如說像是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嫁了一個老公 婚前當然還沒結婚之前 都是大男人的體現 是溫柔體貼 照顧好你 把你事情安排得好好 妥妥蕩蕩 但是結婚之後 他就是壓力很大 因為像每次 比如說我們兩個在聊天 講電話 姐妹八卦 但是他老公如果回家了 他就會就消失 電話連講一聲都不講 就掛掉 因為他就是 如果他老公進家門那一瞬間 他人沒有在門口 然後把拖鞋擺好 然後把公事包這樣子拿過來 你說是NHK的大和劇展嗎 現在台灣還有這樣嗎 沒有誰 沒有啦 大和劇展 你看是不是把拖鞋擺那邊 那要跪著嗎 不要跪 可是他老公就是希望 他一進家門的時候 老婆是已經要準備好 前幾天我們在他們家 然後就是聊天 吃吃東西 然後他老公在客廳 我們女生幾個在這邊聊天 結果我們就吃東西的時候 不小心東西打翻了 通常你東西打翻 你就弄一弄 整起來就好 可是一打翻 他老公就從那個很遠的地方這樣 投射一個眼光過來 然後他就開始很緊張 我們大家就很緊張 肩膜 然後結果還會過來地上 把東西這樣收好 絮絮 然後一顆一顆剪好 然後那個抹布這樣 狂擦 狂嚕那個地毯 他會留下一點點 他是嫁個狼狗嗎 聽到現在都很讓人家可怕 對 所以我聽到 我聽到他講的這個故事之後 我就覺得 天啊 大男人真的不能嫁 所以你寧願選一個小男人 如果要這樣選的話 我寧願選一個女人 如果二分法的話 對